这一定是刘德华一想起来就满身冒冷汗的演唱会 2018年宏观演唱会上 唱完一起走过的日子的刘德华正准备回到舞台上 下一秒 左侧观众心猛地窜出来一个黑影 紧急碰一声摔在舞台上 险些将刘德华撞倒 吓得现场歌迷随即发出一声声尖叫 同一时间 刘德华并没躲开粉丝 反而没任何犹豫地弯腰搂出对方 而后跪在地上建立江人浮沫 在了解歌迷没有受伤后 刘德华紧急用白手动作 是已正打算冲上来的保安不要过来 自己没事 随后用一个拥抱安慰粉丝不要紧张 最后更是亲自将对方护送走向舞台 同类型的突发事件还发生过很多次 2007年成都演唱会上 有一名粉丝刘叔观众去向上台给刘德华送花 因为舞台安置得比较高 想送花只能爬上围栏 眼前突然窜出来一个人 刘德华并没惊慌失措 反倒是十分从容地接过花 还跟对方握了手 就在粉丝心满意足准备离开时 安保人员当即冲上前将人一把拽住 气得刘德华一再要求安保人员不要这么粗鲁 眼前全手无效 他更是从两米多高的舞台一跃而下 亲手将粉丝安全送了出去